众生什么时候能回头 佛菩萨神仙人 一表现 这个人看到了 听到了 接触到了 立刻就能回头 上上跟人 这种人少 佛经上有五马鱼 第一灯的号码 又让这个马走路 鞭子一扬 马看到地上的影子 他就知道了 主人叫我走 赶紧就走了 这第二灯 第二灯呢 看到之后 还没有感触到 必须这个鞭子 轻轻在马屁股后头 打他几下 哦 这要我走路 这是二灯 第三灯的 打他几下 他也不走啊 给他烧烧痒 他不在乎 狠狠打他几下 哎呀 这不是开玩笑 这是这要我走了 第三灯 第四灯的 打死他 他也不走 那怎么办呢 你看 骑马穿马屑 马屑后头 带马刺 那个马刺 就是这种 不听话的马 怎么打 他也不走 那马刺 在腹部这一次 那是痛 痛 苦不堪言 不得已 走吧 第四灯 还不错 第五灯呢 马刺刺下去 他就躺下去了 那睡到地下去了 那叫第五灯 你看 佛用这个作比喻 说明什么 说明众生 觉悟不容易 众生文法觉悟 也是这五灯 这五灯 所以世尊 三专法轮 对上中下三根 上根的人 一表演 一示范 他就懂了 不用说 世专 第二等人的时候 他事不行 他没看懂 没在意 必须劝导他 用劝转 这是表演给他看的 是说给他听的 他觉悟了 才能接受 第三等人不行了 劝他 也劝不动 他也不容易接受 也不容易相信 结果怎么 要把英国报应 四十真相 信在他面前 他看到了 他害怕了 这真感 这三等人 第四等人的时候 做正转 他还是不相信 那就没法 这叫什么 与佛没缘 佛不度 无缘之人 这跟佛无缘 三种方法都不灵 就无缘 无缘 什么时候缘才发生呢 他压到 我道去受苦 吃尽苦头 他才能救不过来 错了 自己承认错了 真错了 就回头了 回头也不那么容易 有两个四十 杀人成命 欠债还钱 这两种业要不修干净 不把他洗刷干净 你出不了流的轮回 你在轮回里头 云云相报 这个时候 后悔 磨叽了 大声 大邪 祝佛菩萨 对得起你 你对不起 佛菩萨 在你还没造业的时候 就警告你了 就提示你了 你自己 没有能够体会得到 依旧造种种 无意 眼前 你的窝包 没现起 什么原因呢 过去身中修的佛宝 可见的你修的佛宝很大 你现在想佛 佛想尽了 卧宝就现前 卧业现前 是这么个道理 这些离四因果 佛讲得很读 很清楚 很明白 古身先先也成熟 人 不可以昧着良心 带人出世 魅着良心 带人出世 没有一个 不夺三土 是 是 是 我